是不是漠视人权呢 我们来看今天苹果日报所做的最新民调 那么有多达58.47% 这将近六成的民众都认为说 基于人道考量的立场 应该要让阿扁回家去做治疗的 那么认为应该服刑治疗的是三成 好 这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数字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发展 就是前副总统吕秀莲 他也发起了一人一姓救变行动 从台南开跑 那么今天台南市长赖清德也现身了 呼吁政府让阿扁报外就役 隔空呐喊声援前总统陈水扁 一人一姓救阿扁 支持者在卡片后方留下姓名地址 有心人还另外助记加油打气 前副总统吕秀莲 前副总统吕秀莲发起救变行动 台南市长赖清德也现身 共同呼吁政府让变保外就医 平面媒体民调显示 百分之五十八点四七等于近六成民众认为 基于人道立场应该让扁回家 剩下百分之三十认为要继续服刑治疗 百分之九民众没意见 就连窦岛纽承泽都在脸书分享报道 自己看见陈前总统的病情都于心不忍 希望马总统不要再用政治考量 全国有三分之二的议会也这样子决议 既然他的组织大夫都已经做出这样的专业决定了 那马政府就应该要尊重这个专业决定 民进党重量级人物也纷纷站出来 要求马总统撇开蓝绿重视人权 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议的话题 持续越烧越猛 三菱新闻李世宏台南报道 而且绝对没有蓝绿问题的就是河安的 网络上呢现在